大家好,欢迎收看时事评论 7月9日正在俄罗斯访问的印度总理莫迪 当面对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 无辜儿童的死亡是痛苦和可怕的 尽管俄方对前一天发生的基父儿童医院 预习的事件予以否认 但路透社就形容 在这一趟只在强调 印俄两国关系日益深化的访问之中 莫迪是用动情的语言含蓄地指责了普京 莫迪说无论是战争、冲突还是恐怖袭击 任何相信人性的人都会在生命丧失时感到痛苦 但即便如此 当无辜的孩子被杀害的时候 我们的心仍然在流血 那种痛苦是非常可怕的 报导说在莫迪为期两天的访俄行程结束时 印俄两国提出了从核能到医药等 9个加强合作的关键领域 并将双边贸易的目标增加一半以上 到2030年达到1000亿美元 路透社就认为 监管普京是很少因为俄乌冲突而受到 被俄罗斯视为有好国家的领导人 公开面对面批评 莫迪的这个公开言论是令人震惊的 就在7月8日 乌克兰方面表示 俄罗斯当日对乌克兰多地发动的大规模袭击 已经导致36人死亡 140人受伤 一间位于基库的主要儿童医院 也遭到俄军导弹的袭击 已经导致2人死亡 乌克兰总统扎连斯基说 俄方需要对罪行承担所有的责任 但俄方坚决否认这个说法 指出医院遭受的破坏 是基库市内防空系统发射的导弹墜落所指 7月8日 印度总理莫迪菲蒂·莫斯科 开始对俄罗斯进行访问 他此访主要是讨论 印、俄、双边关系发展 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的问题 这一次是莫迪 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 首次访问俄罗斯 也是莫迪开启他第三个总理任期之后的 首次出访 路透社就指出 除了这一次面对普京的时候公开的发言 莫迪似前似乎也曾经就俄罗斯 在乌克兰发动的特别军事行动 发表过一次的批评 他在2022年9月 就告诉普京 就说 今天的时代不是战争的时代 普京当时则表示 他是理解莫迪的担忧 但值得注意的是 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 印度并没有 谴责俄罗斯的 而是趁着制裁措施 重创俄罗斯 与西方之间的贸易之制 借机 购买了 创纪录数量的打折 俄罗斯石油产品 陪同莫迪伙俄的印度外交秘书 克雅特拉表示 印度希望进一步加强 和俄罗斯的能源关系 并可能寻求与俄罗斯石油公司 和其他主要的俄罗斯石油公司 去达成一些协议 印俄两国方面还表示 双方还在探讨 增加俄罗斯对印度的煤炭销售 在俄印两国领导人 发布的联合声明之中 双方进一步 概述了通过北极水域 开发北方的航道 以及在太空探索这个领域 开展更加密切的合作计划 他们还讨论了 在国防领域发展联合生产的问题 普京和莫迪 同意通过使用本国的货币 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的双边结算的体系 普京邀请莫迪 参加今年10月 在俄罗斯客山 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 路透社就认为 对于俄罗斯来说 印度在经济和外交上 都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合作伙伴 因为莫斯科方面是试图证明 西方因为俄乌冲突 而孤立俄罗斯的努力 已经是失败 普京在莫迪之前 发表讲话 就说 俄印关系 是具有特殊战略伙伴关系的性质 普京就说 我感谢你们对最紧的问题的关注 包括努力尋找 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方法 当然 首先是通过和平的手段 莫迪則告诉普京就这么说 在战场上 是不可能有解决的方案 在枪林弹雨之中 和谈是不可能成功的 莫迪就说 我们必须通过谈判 去找到通往和平的道路 报道就说 普京对莫迪的言论 是没有作出 明显的反应 也不清楚这些言论 是否会影响这次会谈的进程 克里姆林弓方面就表示 由于两位领导人 已经是全面讨论了议程 原定一轮的代表团级别的会谈 就没有需要举行 路透社就认为 莫迪此次访俄期间 正好 碰上了 乌克兰在指责俄军 炸毁基赴儿童医院 这一宗事件 令莫迪感到尴尬 7月8日 莫迪发布英俄商与推文 就说 他感谢总统的招待 我期待 明天的会谈 会谈 无疑将会进一步加强印昂的友谊 同时 附上了 自己 和普京握手 并且拥抱的图片 在7月8日当日的晚舍时候 扎连斯基在社交媒体X平台 就发文 批评莫迪 访俄 并与俄总统普京 勇普 就说 这样是极其令人失望 是对和平努力的毁灭性打击 当日 乌方还指控 俄罗斯对乌多地 发动大规模的袭击 导致超过百人的伤亡 遭到俄方坚决的否认 另一方面 对于莫迪火俄 并与普京会面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在7月8日又说 已经是直接向印度 表明了美国 对印俄关系的担忧 印度智库 国防研究与分析研究所的 欧亚问题专家 拉奥就表示 他说莫迪的立场 只作为将印度索造成 俄乌之间可信的调解人 并试图恢复国际社会 对印度作为一个反对暴力的 可信参与者的信心 拉奥就说 这样也是为了提醒 俄罗斯 归根结底 印度是一个有价值的伙伴 俄罗斯也是一个有价值的伙伴 但是印度也遵守 联合国宪章 和国际法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的收看 多谢 未经许正在说明 许多谢大家的视频 许多谢大家的视频 你会讨订